我問你 現在啪啪啪 當然現在台灣的這個染疫率 現在是越來越高 沒有錯 這就是政策 這些是不是代表 我們用他們過去話來講 就是說我們的政府高官 集體鬆懈了嗎 尤其是指揮中心 指揮中心每天都告訴大家 怎麼防疫 怎麼防疫 記不記得 聽到耳朵都快要漲減了 現在一下子速度這麼快 然後今天只有羅一軍 出來主持記者會 也是怪怪的 當然他有告訴大家 他目前驗等等都是陰性 但是別忘了 這個潛伏期是七天 你看一下 所以大家很好奇 現在防疫五月天 四位都已經掛了 只剩下他一個 記者昨天就問他 請問他打什麼疫苗 還有很多人想知道 昨天大家就在問 陳時中吃什麼藥 陳時中應該大大方方的講 我符合資格 而且他很高危險 對 我符合資格 抽菸 對 所以他應該告訴大家 如果你們像我一樣符合資格 醫生建議你吃藥 趕快吃藥 我來做個正確的示範 他可以把這個東西 做成一個非常正面的活教材 但是非常隱晦 都不講 直到今天 主動打電話給自由時報 然後昨天記者有特別問 他們都打什麼疫苗 陳時中大家知道 AZ加高端對不對 這幾位打什麼疫苗 這不能講嗎 他們打什麼疫苗 是他們個人身體健康的部分 是他的健康 我們也不便去了解 不只是疫苗而已 為什麼不便去了解 我說這個是怎樣 這個是國家機密嗎 不只是疫苗而已 連就是說很多人在問說 你們這一群人的傳染鏈 是不是來自於陳時中 陳宗彥都說什麼 說我們現在已經沒有在做疫調了 很可能是陳時中 現在看起來說陳時中 是他們這一群裡面 第一個確診的 他可能就是這一群人裡面 首先的傳染源 也沒有要獵物 也沒有說他不對 他也是一個病人 但是只是大家想要知道說 你們現在衛福部指揮中心 因為很多人很關心 你們兩點的記者會 然後你們跟大家講了 這麼久的防疫 我們也想知道 到底你們是誰傳染給誰 為什麼會傳染 其實幫他給了他一個 很好的一個答案 就是說他們可以這樣講 陳時中部長 因為非常關心醫護人員 所以這幾天不停提得到 什麼醫院 什麼醫院去看 有可能是怎樣怎樣 類似之類的 表彰一下他辛苦的工作 但是可能沒辦法這樣講對不對 最後那最後被發現說 是去跑床 是在準備選舉 結果被發現喝紅酒 沒有辦法殺病毒 因為有一些議員就講說 我沒有在跑床的場合碰過他 但是確實有一些台北市議員說 他已經開始跑床了 他們可能有碰到 所以他或許 因為我看他也不常去醫院裡面 探望醫護 然後或是探望醫人 上次被罵得半死 說你怎麼都不去 都沒有在前線才去 然後去第一次的時候 就被民眾嗆說陳時中下台 所以後來他也沒怎麼看到他再去 那所以我覺得說 可能也不是說他在第一線 然後而是說他平常 可能還有跟其他人接觸 我說讓陳宗妍也沒辦法這樣講 照理說他的確診 是一個他健康上的危機 但是對於防疫來講 我覺得是好事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什麼大內宣 最好的一個宣傳活教材 指揮官怎麼做 做給你看 我就是那個高齡的 高風險的 你看我在我們台灣平安度過 台灣這麼好的醫療環境 這麼好的政策 我平安度過 來 我做給你看 我疫調公佈 然後我的疫苗公佈 我的用藥公佈 我第一時間坦坦蕩蕩 但不是 搞得這樣鬼鬼祟祟幹嘛 而且他們打什麼疫苗 怎麼會是所謂只是單純個人的隱私呢 我就問他們在打疫苗的時候 有沒有在做宣傳疫苗的工作 有吧 不然為什麼當時 賴清德 蔡英文 蘇貞昌 他們要打疫苗的時候 要給媒體拍 這些他們已經不是基層的 所謂單純的公務人員 這些人是每天兩點 在指揮中心裡面上面 上場的球星明星 他們本身肩負的其中一個任務 就是勸大家要多打疫苗 包括什麼牌子的疫苗 我就問指揮中心的記者會裡面 有沒有多次的吹捧高端疫苗 有沒有 有啊 他陳時中還說要帶著周玉寇 一起去打疫苗 大家還記得嗎 會不會是 不能公布 因為公布發現 他們都沒有打高端 對不對 有啊 陳時中有打 他AA高 所有疫苗最差的組合 那現在問其他人 為什麼不敢講 你打什麼疫苗 台灣就那幾種疫苗 他們前面應該都打AZ 因為他們都比我們還要早打 所以為什麼不能公布呢 但是後面最後一劑他們是屬於打高端 還是BNT 還是莫德納 這我們真的不知道 如果高端的話就講出來 講給黨聽 是 所以我覺得沒有 但是是不是就是因為沒有打 所以不能講 不無可能 但我就覺得說 可以看看他們是不是能夠公開 因為很多人很關心的是 到底在我們施打的疫苗組合裡面 哪樣的比率是比較 哪樣的配置是比較危險 高風險的 哪樣的配置是比較安全的 我們沒有誇張或是貶低任何一款疫苗 但是如果能夠公開這些數據 跟資料的話 民眾就可以做他自己個人的判斷 所以我認為陳宗燕他就是 某程度在護航陳時中 護航他們指揮中心 陳時中到底是不是傳染源 我們現在不做疫調了 也不講 無視於指揮中心 他的身分的特殊性 防疫五月天打什麼疫苗 也又推給說 這是別人的個人隱私 無視於這些人都不是所謂的 基層的公務員 他們都是 小先生這個疫情到現在 已經兩年多了 這些東西都已經是 稀鬆平常的事 我的意思說 你所謂的護航 或是他隱隱藏藏 他越這樣做 他越懷疑 因為對一般人來講 假設我跟凱翔聊天 我們私下都會問 你打什麼疫苗 你怎樣怎樣 這是很公開的訊息 這個東西已經沒有什麼 而且台灣就那幾種疫苗 又不是20種30種對不對 就那些 而且之前還打不到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麼簡單的訊息 他越是躲藏 大家越懷疑中間是不是有些貓膩 要不然何必這樣 所以陳時中一直到了今天 他染疫已經第幾天 然後主動這個動作也是 很奇怪的一個動作 但是還有爆料人士說 衛福部內部的公務員說 光是衛福部 染疫至少10%到15% 然後非常的辛苦 工作也不能停 回到家裡就是一家確診 所以對照蘇仁昌去安慰徐國勇 建議好好休息 公務人員很不是滋味 徐國勇部長可以好好休息 抱歉我們內部 瀑布基層公務人員 沒有辦法好好休息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陳時中 在他確診的前一天 他講了一番談話很有意思 今天有這個醫生有意見 他說什麼今天有位專家說 希望我們的防疫 不要再摸著石頭過河了 這就是陳時中的原文 6月11號他說 面對疫情指揮中心 過去兩年多 都是摸著石子過河 謹慎的往前走 顯然他以為摸著石子過河 就是謹慎的用語 然後他說逐步把入境天數 從14天縮短10天縮短7天 縮短3天 這是個很大的進步 有沒有進步我們稍後再來談 但我們先來看 怎麼會蹬的一下冒出這句話 什麼意思 來 這幾道我要丟凱商 摸著石頭過河 我們今天晚報團隊非常的認真 給大家找出了三種出處 任何一種出處都怪怪的 第一個是按照我們的國語詞典 教育部的國語詞典 什麼叫摸著石頭過河 叫做走一步算一步 比喻無力改變事實現狀 只能夠聽任事情自由發展 他講的應該是這種 好 那麼另外一種是根據四川 四川人摸著石頭過河 我應該是有點口音 摸著石頭過河 是不是這樣講不會 這是個歇後語什麼意思 這句話是標準的四川 罵人歇後語 完整的句子是怎麼講 摸著石頭過河 答案是紅鬼 就像凸子打散 無法無天一樣 摸著石頭過河 你在四川這樣講的話 你在四川不能講這句話 講這句話是罵人的 就紅鬼騙鬼的意思 所以還是說陳時中說 過去兩年多了 我們都在騙鬼 另外還有 這是出自於大陸知名 經濟領導人 陳雲的口中的一句話 他是在1950年的時候講的 叫什麼 陳雲說對於物價 不斷的上漲到不行 下降也不行 所以要摸著石頭過河 處理要穩定 所以摸著石頭過河 我們今天查到 有這種三種出處 你覺得陳時中 講的是哪一種 我要講第四種 我覺得摸著石頭過河 這件事情 其實這個我還滿常用的 其實我之前的 就是在典故 其實就是有時候 你知道河 河這個吸水未必清澈 可是你要過河怎麼辦 那你如果一腳踏不好 你可能要嘛掉進漩渦 要嘛又掉進這個很深的地方 你可能會墨頂 於是你就只好 你看不見下面的狀況 看不見河底的 河床的狀況 所以你只好摸 就是伸手下去摸 發現有這個比較穩的 比較高的石頭 你就只好再下一步踩過去 那你下一步在哪裡 又沒有著落 你只好再彎下腰來 摸那個河床 看有沒有比較踏得穩的地方 用這種方式 比喻說你可能不知道 你不知道狀況到底什麼樣 你沒有一條被 就是很明確的路徑 那你只能且戰且走 然後用這種方式去探索 下一步要往哪裡踏 大概是這個意思 但是這句話這樣子 陳時中也許是這個意思 可是聽你在放插 這是不是完全不合理 因為今天這條河 假設新冠肺炎侵襲全球 是一條大河 但是並不是只有台灣在過河 並不是只有台灣在過河 特別是Omicron這波疫情 這條河已經有很多國家 踏過去了 有新加坡 有日本 有韓國 有很多歐美國家 他們已經告訴你說 大家都告訴你 石頭在哪裡了 對 告訴你石頭在哪了 該往哪裡走 哪一步該往哪裡走 在河的對岸等著你過去 告訴你說石頭哪裡可以踩 你自己悶著眼睛不看 又或者是你有很多的歪念頭 想要給自己的護航 圖利 然後所以你什麼事都不做 你該買快篩不買 該買疫苗不買 該買藥物不買 你什麼都不要 然後你還要騙大家說 我不知道怎麼走 他請問河對岸的那些 那些對不對 小兄弟們 也不是小兄弟 大哥們 大哥們怎麼走過去的 所以我覺得不要騙 講這個真的很 讓人家覺得說你不講還好 真的一講都失分 我真的覺得你台北市長 還要選嗎 你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反指標了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 打架完之後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